拜登曲线要想安全着陆 他必须有法律给他做个七则 做一个托盘 才能让他安全折路在地 二十分钟之前 美国最高法院以7比2的投票结果 驳回了德州的司法动议 那么意味着 由德州牵头 有至少18个州参与的 红州维护宪法程序公正性的 这个司法动议 就此就是打住了 停止了 整个案件根本就没有进入审理阶段 在起诉阶段 美国最高法院原因的宪法第三条 以7比2的投票 驳回这个动议之后 那么下一步 川普的工具箱里有何选择 因为时间特别紧急 美国大选几个关键的时间点 11月3日 启动的被动曲线 窃取大选 这已经是过去时 它发酵的 整个的影响 持续到今天 那下周一就是 第二个重要节点 就是10月2月14号 选举50个州的选举人团 要进行投票 确认本周的 胜选 这个候选人是谁 然后到1月6日 国会 1月20 总统就职 所以时间可以说 已经是火烧眉毛 在这紧急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 所有关注 这次2020年大选 以及关心说 美国命运新一顺的朋友们 包括我本人在来 我马上就要做这么一个紧急视频 边做我还在边思考 那下一步的工具箱 有何对策 应对 德州动议 被最高法驳回之后 我们面临的局面 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刚才查了一下 总统的 这个川普的推特 他是46分钟之前发推 到现在还没中心 意味着 目前 他也在面临 当最高院驳回 德州动议之后 他们的团队 对策是什么 我相信他们有对策 有预案 只不过现在是选择如何 把这个工具拿出来 那美国2022大选 之前我接近了五只黑手 第一 就是民主党阵营 第二个是 为他这个配合的媒体 第三个就是华尔街资本 第四个 深层政府 这个深层政府跨越了民主党 联合了共和党的高层的戒指派 以及美国深耕美国政策的几大家族 比如说克林顿家族 布什家族 第五个就是 不希望看到川普上台的国际敌对势力 这五只黑手联手作案 导演了十一月三日五月的大选 签案 那么今天 最高法就印证了 之前我的一个担忧 会不会成为第六只黑手 之所以有这个担忧 是完全了是靠 被登曲线本身的规律 可以去猜想的 因为要完成被登曲线 他必须有法律去帮助 没有在美国 最终的裁决就是法律的裁决 如果没有法律作为一个 铺垫 作为一个安全店 让被登曲线 可能硬折路的话 他最终肯定会 我们就是会折断的 果不其然 最高法院 根本没有让这个案子 进入审理决断 在门口直接就驳回 打回去了 也就是从程序意义上 根本就没有进入司法的程序 这是包括我本人在赖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 自从前迁 德州手艺 等于说要联合其他各州 对摇北州进行司法起诉 包括所有的朋友 还是有一点希望 因为我们一任对美国的司法 抱有一点点期待和信心 尽管世间如此腐烂 但是司法红线 依然是像我们能够所期待的那样 能不能守住一个底线和边界 但遗憾的是 当最高法官上大门的时候 那么下一步 我们的工具箱 我个人现在盘算了一下 按照美国的 美国总统选举的整个程序的流程 以及他今天说 援引宪法第三行政案 我还特意查了一下宪法第三行政案 侨龙 目前我个人看法是 还有两个选择 即使下周一 12月14号 选举人团 投票 设定了各州的自己的胜选人 但依然 川普有权力 以个人身份 以总统候选人身份 亲自到最高院去诉讼 那么这是印证了 宪法第三行政案 宪法第三条里面 关于司法管辖权里面 讲的最高院有权力 要审判 两个州之间 公民之间的诉讼 那么意味着 川普和拜登 分跨两州 那么他属于两个州 公民之间的法律诉讼 川普一定要在最高院 亲自去敲最高院的门 以个人身份 再一次将 2020年大选争议 摆在司法的层面 要求美国最高法 进行裁决 这是我个人认为的 第一个工具 就是要援引 美国宪法第三条里面 提出的 管辖权的例子 两州公民之间的诉讼 这个今天的最高法 驳回的动议里面 文书里面 他就说援引宪法第三条 那么是不是 给我们一个启发 川普本人 必须以一个州的公民兴奋 起诉另一州 公民的参选人拜登 这是不是一个法律 补救的道路和措施 如果是特别有 这个在美国宪法法律界 特别了解 懂得多的朋友 可以跟我们去更进一步的普及这方面的支持 我本人呢 是把这个 美国选举 包括总统的整个流程 刚刚查了美国宪法第三条的文本 我个人认为 川普必须要走这一条道路 才能再次将2020年大选的争议 以及了拜登曲线 再一次放置在司法的案头 供司法去采取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即使12月14日下周一选举人团 选出拜登作为总统 但是依然还有一个 最重要的杀手锏 就是在国会层面 还要去确认 只要有参议员或者众议员 对此表示出一意 那么意味着 又会进入一个新的搏移的局面 那就是1月6日 国会要进行选举 所以时间虽然如此紧急 但是我个人相信 计划2024年政治路线图 以及美国再次伟大计划的川普 对最高院应该是有预案 因为之前已经有预见了 宾州共和党人曾经 向最高院帝国案子要求 否决宾州的邮寄选票的延迟 但是依然被最高院否决了 所以最高院有前科 等于是最高院本身的判决 裁决 助长 加速了这一次 被登曲线的发展 所以 川普在他的推特里面 并没有完全表示出 要对最高院寄予多大的希望 只是点出最高院的裁决 对于美国的发展建设 具有重大意义而已 我相信 到10月35月 五只黑手联手起来的时候 所有人 我自己当时就发出了疑问 第六只黑手 会不会是最高院 那么今天 这个司法动议被驳回之后 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疑问 川普的工具箱 还有何工具 那我个人 其实这么两点 第一 他还 他必须 以 一个州的公媒的身份 亲自 敲最高院的大门 记上诉状 第二 参院 和众院的议员 有权力提出 质疑 从而将 下周一 选举人团的 投票结果 拖到 1月6日的 国会选举 事出紧急 因为是25分钟之前 刚刚突发的 我个人的 见解 并不完全正确 欢迎您 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 一起来见证 2020年 被登曲线 是如何玩弄 我们认为神圣的 美国选举的 以及见证 如何将被登曲线 最终 把他 用法律的名义 让他背负 法律的罪子 欢迎您收看 今天的空中谈 欢迎您订阅 点击视频的 右下角 订阅空中谈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